据2022中国健康睡眠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中国近四分之三的人 曾有过睡眠困扰 超过三亿人存在睡眠障碍 很不幸 李女士也是其中之一 而她无法安眠的原因 是接连不断的噩梦 与日常那些短暂且混乱的梦境不同 李女士的噩梦脱胎于现实 且旷日持久难以摆脱 结婚以来十几年到现在 这是个大小琐事 好像没办法释放 没办法解脱 难受 时至今日 李女士已经分不清 是噩梦太真实 还是生活似噩梦 而作为诊编人的王先生 却很清楚 妻子噩梦的由来 噩梦的事很简单 对我儿子稍微关爱一些 就可以说把那个噩梦化解掉 关爱孩子和化解噩梦 有什么关系 天底下又哪有不关爱孩子的母亲呢 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到 他们夫妻俩是二婚 儿子是他和前妻所生 也就是李女士的妻子 对于这位男孩而言 后妈才是最大的噩梦 对我家儿子的事 就是待着夜带的家 导火线是我丈夫这边 但是他一连串的事 等于不果断 没有正确处理这件事 给我造成的这件事 等于这个噩梦就开始 昔日的噩梦因合而生 孩子的噩梦又从何说起 随着调解的深入 观察员们发现 夫妻俩这段婚姻 似乎从一开始 就买有巨大的隐患 因为你们当年自己都错了 因为你们走到一起 其实是背负了原罪的 他们的婚姻 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关键的是 眼前的家庭能否度过难关 摆脱噩梦 让生活重回正轨呢 敬请期待 今晚的金牌调节 何以安眠 上起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精态调解 人心人爱 人和药业 感谢合作伙伴 人和品牌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王先生 今天在场上 就做的这一位是 介绍一下 他说我舅舅 舅舅 对 为什么是舅舅陪同来 因为他一直比较关心我们 基本上都了解 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各自的诉求 想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我有两点 第一个首先 因为他是恶婚 我是头婚 然后就是他对前妻 包括他前面的小孩 可能会感觉很内疚 一直都是有求必应的 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 都会无条件顺程 我希望他能 不管是前面的小孩 还是现在的小孩 都能正确处理这种关系 然后还有的是 我丈夫个人方面 希望以后有所改变 但你看来 是不是解决这两方面 问题就解决了 我觉得可以 我希望就是 谭歌你们老师 让我现在其实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造成我儿子 会越来越 这个家庭搞得这样呢 那你一直看到的 他对儿子的态度是一个 总体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不管不问 也造为一个普普通的 对关爱都达不到 在这一点你认同吗 也不说认同 他说的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会顾着自己的小孩子上 可能肯定会不可能说 做到一世成人这么没想 这一点你自己心里是认同的 对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因为我自己小孩 现在才五岁 二婚家庭绕不开的两座大山 经济问题亲子关系 李女士和王先生的争议 也是让无数再婚男女们 夜里辗转难眠的咖啡因 面对丈夫的指控 作为继母的李女士 坦然承认自己眼下 确实没能把水碗端平 但同时他也告诉我们 他们的婚姻小车 之所以行径如此不顺 其核心问题就是 人缘超载孩子太多 他是一女一男 然后我就是两个女孩子 他们离婚了之后呢 两个小孩子盼给我们抚养 当时他大的是 他自己选择跟他妈妈 生活在一起 当时我们出抚养费 然后小的呢 就是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家中四个孩子情况各异 问题涉及经济又包含教育 这才导致了李女士 难以顾选大局 引发了王先生的愤愤不平 而真正压垮两人关系的 是婚姻里另一座大山 孩子的青春期 然后后面 他可能有点叛逆了 他的儿子 天天就睡觉 睡觉 除了玩游戏就无所舒适嘛 去年他不是在我们 一个小宣承读职业中转吗 读着读着就不读了 他都读不进去了 反正你们给我读书 我也等于在里面浪费时间 浪费我的亲生 他说我就想去打游戏 他打那个游戏是电竞 他说他要成为什么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 他说想去什么其他省的 什么俱乐部打什么游戏 他根本都不怎么教育小孩 他就说让他 砸点钱给他让他去 我说你砸点钱让他去玩吗 他说让他 管不了他 他就这样说 我不同意 他就要同意啊 就是我们两个人会争吵啊 我认为就是看情况 为什么 他说过几次 他这样 如果你不让我去这个赌一个 会恨我一辈子 然后他这样 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还有说过这句话 作为我来说 如果不让他 这样如果出了问题 我作为父亲呢 有责任的 有担心 就是闹了一段时间 所以全家人 包括我前妻一家人 也在做耕作 后来我是说 就是我前妻说在话上 她说实在不行 让他现在职业学校都晚 一年再来看观察一下 如果实在他还闹得去 那就让他去 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现在我的妻子听着就更烦着 她说为什么你还要让他去学 让他 让他 什么都让 那你这个意思叫做负责任 还是不负责任呢 我不同意他去学这个 一个首先费用太高了 费用它是要十五万 加上伙食费 一个一年下来 可能要好几万吧 一个费用承担不起 一个根本都一事无成 如果他回来一年 一会回来 还是这样是 又是说又要选择一个学什么 就对你来讲 时间和金钱都可能是浪费了 对 然后他就说 说我不应该阻止他 他就觉得我 只要我儿子想做什么事 你就不同意 后面我就跟他爸爸说 我说如果你要去打游戏 这个家就过不下去了 我认为就是他有点偏心 然后一个嫉妒心太大了 他讲的是经济 就比如说 我儿子去赌 他一年要八万到十万 他的意思就 把这个钱全部花到他们身上 我自己的小孩得不到一点 那个怎么怎么 出于私心的考虑 所以你并不觉得 他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做出了这个判断 是 因为我现在条件不允许 如果你说要去借钱贷款 那肯定能贷 能赌 是不是 四个小孩的负担 这个我可以理解 压力肯定是大的 对 但像王先生讲的 包括他和他前妻 都是说 是不是还可以 有一段时间的考察 是不是还可以 有一条路多选 当时他没有跟我这样子说 你们没有这个沟通 对 他不会跟我沟通 他前妻的事 前面小孩的事 甚至他们前面的小孩 在读书 还是不在读书 所以关于他儿子的一些情况 或者他对孩子有什么考虑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李女士坦言 自己并非不肯为儿子花钱 而是丈夫的态度很矛盾 既不希望孩子打游戏 又要送儿子去学电竞 既希望自己能够 对儿子好一点 又不肯将对儿子教育的计划 与自己合盘拖出 所以这钱花得不明不白 他对孩子的关爱 自然也就不情不愿 而大女儿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她是只知钱财月月去 不知人往何处寻 大的才是2000年的嘛 20多岁了 我的意识 她应该这么大了 也不认识她任何费用 都伸手问老爸老妈拿 生活费啊 开支啊这些 因为她 你都是20多岁的人了 你完全有能力 寒假 暑假 可以去做点什么 临时工啊 因为时间很长嘛 他们这个上课时间很短的 她从来都不会管她 你要去干什么 你要去做点什么 不要老是一味地 问老爸老妈拿钱 这个一味的是指 大概每月需要多少花费 我不知道 好像她是说1000还是1000几吧 除了学费 除了那个 这个数字对你来讲 多是不多 我知道 1000块钱在外面读书 应该是不多 你介意的是什么呢 我介意的是她 根本就没有那种思想 小孩子不应该一味地去 这样子有求避孕 如果她现在还是学生的话 我没有明白 就是有什么不合理 并不是这个钱 我不能给她花 不能给她买 明白 只要她前面的事 涉及到前面小孩的事 前妻的事 是跟我一个字都没得说 所有的转站记录 都是商调 就是我不知道 到底是她除了社会 在工作 在实习 还是在读书 还是在谈恋爱 因为她 这件事她不会跟我说的 王先生 女儿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还在读研 在读研 是 她说不知道 是不可能的 你是不是一年两年 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跟我老婆说 既然我们调节 也不算很好 我给我女儿一说 她说基本合适费 我会缴 是吧 我说 比如说买点一年四季 买点衣服 你也可以体制 就在你看来 这个给孩子钱 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但她刚才认为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应该要自己去挣生活费了 她现在是学生了 问题是 只有她亲生父母才知道 没有哪个知道 她在外面干嘛 她甚至是一定要隐瞒 她觉得我会想 一天到晚给前面的小孩花钱 会觉得我会有嫉妒心 会怎么样 她就一直做这样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就是说 就刚才说的 一条一条转发给她 但是我一想到 她已经就18岁了 但是你离婚的时候 也是养到她18岁 就不要去读 这么冷冰冰的话吗 她叫你去让 不要去读书 就让她去打羹 学徒 这么多小孩 十五六岁就开始继续 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 你会在这方面 对她有所隐瞒 或者像她所说的 你全部删除了 就是故意隐瞒 从你的角度来讲 是因为她的态度决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会吵闹啊 那我只能 我也没有兜决 她总说 我几千几千打给她 没有 她从来没有说 把主动权交给我 问题是 你可以担起 这个主动权的责任吗 我能当 当时她从来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也没有把这个钱 给你负责 我要把钱 这个权利交给你 它的底气来自于什么 她得信任这个人 她得相信这个人 是爱孩子的 显然在她这里 这两点对于你都不存在 因为她从来都没相信过我 你爱过孩子吗 没有说那种特别爱 恋爱时 爱与不爱是个人自由 但在婚姻里 在教育中 爱与不爱是家庭责任 在这一点上 李女士依然坦诚 她不爱王先生 和前妻的两个孩子 也始终在抗拒 甚至厌恶着 自己继母这个身份 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 都是因为一个人 也正是她 让李女士 有了一场持续十年 无法摆脱的噩梦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铁峰 有心慌心悸心脚痛 胸闷气短问题的人 要注意了 可能是体内缺乏 腐霉Q10导致的 补充腐霉Q10 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 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腐霉Q10的含量 逐渐下降 建议50岁以上中老年人 适当补充腐霉Q10 这款腐霉Q10 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韩腐霉Q10 达到42毫克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快乐团品价 每瓶价需49元 您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我们只配货200元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款腐霉Q10 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每粒的规格是0.4克 每粒含腐霉Q10 达到了42毫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 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一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本档福利价格一个月才49元 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只限200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金省力不花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早苗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互动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他钱去他妈妈 离我们比较近 也经常会去他那里 包括他的思想 做什么 都是他妈妈都会教他 他说我的手机坏了 修一下要几百块钱 就刚才跟我买个新的 他说要两千块 他跟他妈妈说 他没有跟他爸爸说 他妈妈就说 叫你问你爸爸拿钱 他说你爸爸的钱 留在来干什么的 是留给那个弟子婆 还是留给那个王八婆的 就是一直留给我们嘛 他一直都是能口气 跟我们说话 他说他的钱就是你的钱 这么笨 这么傻 你要什么你就问他要 所以你觉得他的行为 和他的对你的看法 对 也会影响孩子们 受了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你对他的管教 排斥 我非常排斥 有一次我叫他倒垃圾嘛 他就来一句 你们死掉了 你们不会倒啊 甚至他自己的房间 从来不整理 因为他妈妈会教他 他说你就不要理他 他欺负你 你就直接告诉我 我就打他 他会这样子 不管我们怎么教育这个小孩 我们怎么带 又没有让他饿着 又没有让他动着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干涉 他有点的调耻 他甚至一天到晚弩骂我 在这个问题上 王先生一直是什么样的态度 不管不问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不了了之 就这样子 就是因为小孩受到了 影响他才会来 偶尔就正常 有的时候会来看我儿子嘛 如果看了不对劲 那他就马上就会发疼 他是打啊 就继续会发疯 他前面觉得 他妈妈来看孩子 找出那些问题都有点是 算是挑刺了 那在你看来呢 这个没有挑刺 比如说他骂了我儿子 就是我现在跟他吵了 或者他没吃饭 他有的时候会过来问他 有没有吃饭 因为他一说没吃饭 我前妻马上就发信息 打电话给我 你为什么你们吃好玩好穿好 我儿子就不顾不问 前段时间就他见他房价很臭嘛 因为他衣服经常换几天 才会去洗嘛 他就说没拿了就洗嘛 然后他就跟我儿子吵起来 我儿子就会跑到他妈妈家住嘛 就跟他告状嘛 然后我前妻就才会来 吵我们闹我们 我跟我相对的妻子 我也是说 哪怕怎么臭 你都知道这么臭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 不要你硬手洗 你就丢了洗衣机 跟它洗几下 烂一下 又会干什么呢 那就不是不会吵了嘛 也要看什么事吧 并不是说 所有的事都是我们的错 你觉得是他一味退让 对 因为不是一件事两件事 经常这样的吵吵闹闹 比如说他妈妈来了 我们这里经常会跑到来嘛 比如说关心他儿子他 吃啊 和暖儿窗子这些啊 他是夏天嘛 我们那里是蟹蟹很热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 可能是盖点的薄薄的被当就可以嘛 因为他同一个方向 然后他印的那个被当 就是原来跟爷奶奶 住的那个被当 跟老旧的老款式 然后他妈妈就来了 看到他盖个那个 比较旧的被子 他就一肚子就火来了 就开始打嘛 他的意思 他的小孩在这里住 一定要什么都是好的 做到那个被子是不是 又没有烂的又没干嘛 只是旧而已 而且大夏天呢 我们基本 就在你的标准里 你并不觉得这个是对他儿子不好的 而且甚至就 人家说的夏天根本 都不用怎么盖被子的 这么闹的天 就这个就是说 然后一闹之后 第二天马上就去置办新的 他去置办的 你同意吗 我没有说不同意 但是我已经走掉了那个时候 因为我当时吵完架子 我就回娘家了 您是对谁生气呢 我对他生气 为什么一个在这儿上 什么事都搞得 全起来一天到老家里来闹 吵架 甚至打架都有 就拿这个事来说 你作为一个 就是后妈也好 就是哪怕朋友阿姨来了也好 你为什么不会就拿 哪怕我还有其他小孩的嘛 还有旧的 旧的也很好嘛 你为什么不跟他换个干净的 稍微好一点 你希望他更主动 就算他没有做到 为什么你不可以 我哪怕就算是平息家庭矛盾 这个避免前妻总是来找麻烦 他既然关心不了孩子 他做不到 我主动一点 我赶快把这些问题都 在前妻来之前弥补掉 你为什么也没有做到呢 传到那个事 就是我真的也没去注意到这些 经常我的工作是曾找到往 他是没时间 对啊 所以就是你也做不到嘛 是 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关爱 是 你觉得他做不到 是因为他确实心里没有孩子 真的不关爱 是 是这个区别吧 他这种做法是现代的错误 王先生认为 正因为妻子关爱不够 前妻才会频频造访 搅到家中不得安宁 而前妻的不依不饶 也恰恰让李女士 更加不愿对孩子们 展现自己的温柔与善意 前妻是问题的源头 也是矛盾的终点 而夫妻俩就仿佛 被困在这个死循环里 周而复始 眼睁睁地看着噩梦般的争吵 不断轮回上眼 却无力阻止 为了主动跳出循环 李女士曾在无数个 不眠之夜苦思冥想 直到前不久 她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我的意思 尽量不要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 买过了一套房子 然后前面 她前妻留下的房子 也是给她的 她也有一套房子 然后我们自己 现在住的房子 她一起在住嘛 我的意思 为了避免这个矛盾 我宁愿买房子 买远一点 我的意思 就让她先住 我们现在的房子 然后我们就搬开来住 你们带着两个女儿搬出去 对 儿子自己一个人吗 她说叫她爸爸 一起过来住 我觉得可以 当她前妻不肯 又会来吵 又会来打 她认为我们 抛弃了她儿子 她说如果我们 把她儿子放在这边住 没有跟我们一起住 她就要烧掉我们的房子去 砸掉这个房子去 其实她儿子 八步都分开来住 前几天她跟我女儿说 她说你们怎么还没帮走啊 我以为前几天你们帮走了 我都好开心哦 看到你们在这儿 我都讨厌 烦死了 所以孩子是真的和你们有很大的 对 你都不知道她发给那个信息 发给她爸爸的 骂我的 羞辱我 纯粹就是羞辱 我知道她那种话是 可能是受她妈妈的影响 你是因为基于孩子 目前对你这种状态 所以你觉得 对 我很苦恼 没办法在一起生活 对 为什么她说我不管不顾 我顾不了我也管不了 我一说她她就修辱我 我说你跟你妈妈一样修辱我 她说我就要修辱你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很苦恼 住在一起我们又很苦很煩躁 不住在一起 她前妻又脸老 整个就是一个结一样解不开 之前离婚因为我留了一套房子 我儿子嘛 但是她未成年 就是跟我前妻协要了协议 就是到了18岁 将来给儿子 18岁就转为给她嘛 现在也还差一岁多嘛 就18岁嘛 就最近搞了一套房子嘛 马上就要搬了嘛 搬我就跟她说 我儿子也一起跟过去嘛 她就说不可能 我现在妻子的意思 就是我儿子 要不然就跟她妈妈去 要不然就住她自己的房子 就是你们住 就是她所说的 分开 当时我也很恼火 我也想了一段时间 这个事怎么来解决 然后我就这样想了个办法 我说现在我住我的房子 我们搬走 我现在的房子 那留给我儿子住嘛 因为他还没18岁 你不可能赶到去哪里 然后我父亲90岁了 身体也很好 现在在我哥哥家住 我说你就要不然到我家住 带着我儿子住 还有父亲关照 是吧 我父亲说疼一呀 这样更好啊 我就马上回去 马上跟我现在妻子说 她说不可能 她刚才不说可以吗 这个原话我也不会 她说不可能 当时气得我好苦 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她说我要出租调 你这么多兄弟 我几兄弟嘛 她说你为什么 你父亲也赶到这里来住 就是一直不疼呀 就现在她才疼呀 所以是卡在她这儿 并不是卡在前夕那儿 不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事实她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父亲嘛 我家婆刚去世去年 然后后面她认识了一个 那个七岁都是的阿姨 她所有的人都反对她 我说你爸爸一个人来住 跟你儿子在这里住 可以 包括我跟她兄弟姐妹 嫂子这些都这样说 我说可以 我说外面的那个阿姨 就不要带进来在这里住 她跟我说 她说 我儿子不搬过就跟我们住 你会小得苦 她妈妈不会放过你 你好之为之 这是她亲口说的话 我问一下王先生 你觉得以目前孩子 和你们的关系 尤其是和他的关系 是不是确实分开会更好 包括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其实我儿子就带到哪里住 他只要 只要不要都说他 就是不要去 不要管教他 不要搂里巴上搂他 我儿子是不会放肆的 你更希望和你们一起住 但是他不要管孩子 是什么 是 我儿子现在他就也不愿意 跟我们去住了 他是刚才说的 我不是说真话 我完全是真话 我父亲是90岁人了 就是他说 我有这么多儿女生子 没有哪个来 要我带着她来吃住 现在交了个朋友 就是骑车的阿姨 大家在一起 也不是在一起生活 就做朋友 白天就上上步 那个阿姨准时正午会来 跟我父亲煮饭 洗衣服 你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还会洗脚 我嫂子包括她都反对 跟我父亲就说了这个话 那可以啊 不要我不跟阿姨在一起 那你们呢 儿媳妇来招待我 招呼我 我将就做得到 没有哪个愿意 根本就没有提这个事 你愿意吗 我没有说不愿意 没有提 因为根本就没有 好好的坐下来 说这个父亲怎么着料理 因为你刚才说了 带着阿姨一起过来就不行 对 我绝对不允许 那老人家一个人过来 那肯定也是需要 有人照顾的 更何况还有一个孩子 那怎么办呢 谁来解决 所以现在就将在这些问题上 你想过解决办法没有 要么就是老的轮流照顾 他三兄弟嘛 他成孙都这么大了 十几岁了 轮流到你们那边去照顾啊 对啊 要不就一个兄弟一个月 还是八年这样子啊 也包括你们 都可以啊 那不是又住到一起去了吗 那既然要这样子做 那我可以接受 人生就是要做很多选择 你不能 我什么都要 按照我的想法来 对吧 现在对于你来讲 最关键的 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公公那边 我其实没有多大的 看法 意见 所以关键还是在孩子 对 我其实没有 回避的漏洞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把你们关系的 这个核心放在孩子身上 都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在逃避 你们婚姻的 一些核心问题的一个表现 特别是包括在前妻的问题上 前妻有什么资格 到你们家里来闹 前妻怎么可以闯入 你们的私人的这个住宅里面去 没有权利 但是你们看 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敢 而前妻挡在你们的私人区域之外 如果要解决问题 只有真正回归到你们两个人 两个人都在逃 那么问题就等着越走越远 段志明严禁于此 那么夫妻俩在回避什么呢 这个被刻意隐藏在层层问题背后的信息 又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怎样的影响呢 思虑再三 李女士最终坦白了一切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跟她前妻还没有离婚状态 但是他们一直好像在争吵 说感情不合怎么样 一开始没有什么关系 后面认识了有一段指见之后 后面我们的确是有了关系 那个时候她的婚姻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对 还没解决 还在闹离婚之方面这样 可能在前妻和孩子的眼里 李女士永远是婚姻的侵度者 家庭的破坏者 而这两个标签一旦贴上 也就注定了她和继子女们 没法和睦共处 更让她没有底气去阻止前妻 回头入侵他们的家庭 胸中有愧 何以安眠 因此 律师观察员徐建荣建议夫妻俩 不妨先从法理的角度 来看待情理上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有心慌心悸心脚痛胸闷气短问题的人要注意了 可能是体内缺乏腐霉Q10导致的 补充腐霉Q10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腐霉Q10的含量逐渐下降 建议50岁以上中老年人适当补充腐霉Q10 这款腐霉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韩腐霉Q10达到42毫克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快乐团品价 每瓶价需49元 您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本档我们只配货200元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款腐霉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美丽的规格是0.4克 美丽含腐霉Q10达到了42毫克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本档福利价格一个月才49元 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只限200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人生加减法 金牌调解 用心做 删凡就减 化解矛盾 天哪 看着他就别扭 崩溃了 他都不需要我 我一点都不踏实 情感被打得封闭针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达到了你的目的之后 你要求的更多 调和生活 很多时候最有感情的话 恰恰就是废话 还原幸福 把我的心结打开了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你们 或许烦恼无法清零 但我们会随时倾听 0791-8834-0791 幸福一直在线 欢迎收看 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首先 在你们双方描述过程中 我听到了两个字 一 对待我的小孩 肯定跟他 对待他前妻的小孩子 我没有办法做到同等 即使不同等 但你也不至于 淡漠地去对待他 哪怕是一条小狗 他也需要温暖 需要关爱 你们的财产 你们的财产 你有权力知道情况 包括他付的每分钱 哪怕你心里不舒服 抚养费 冷难应当支付 冷难应当承担 无论是以前的民法通则 还是现在的民法典 关于小孩的抚养 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王先生的大女儿 现在还在读书 她没有生活来源的话 你就应当 王先生就应当 知悟不养费 这个没有问题 作为继母 适当的管教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对 王先生的大女儿 说她在读书的时候 要去打暑假工 要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思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 你跟王先生后面 也离婚了 她又娶了一个老婆 你的女儿在读书的时候 或者高中 或者大学 你准备让你女儿 一个月拿一千块钱生活费 剩下的全部自己去打工 去赚钱 去获取生活费吗 今天她的女儿 可能就是以后 你的女儿的翻版 如果你看到 你的女儿 在读大学的时候 是那种状态 你心不心酸 换位思考很重要 关于小孩子的 这个独立生活的 你们出的方案 就是说 叫王先生 你的爸爸 跟你小儿子一起居住 你们问过你儿子 他怎么想的 如果你们能 就这个达成一致 在他成年之前 你们都有这个 对他进行一个 抚养的照顾的义务 成年 他并不意味着 他就有劳动能力和生存能力 不况他现在还在读书 后妈男当这句话 你应该知道的 很显然 你并没有高超的本领和智慧 缺乏这份能力 你就贸然的一个猛子扎进去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身份 介入到他们家庭 从孩子的角度来解读你 你就是一个戴影号的侵略者 他们内心是会有排斥 抵触的 你说你看他前妻对我 非常的恶劣 那前妻的愤怒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们走到一起 其实是背负了原罪的 所以当你 不管不顾这样的实际情况 依然去用尽全力 去努力地去管教孩子 而忽略了反而应该对孩子 有更多的关爱 那么这个家庭的矛盾 必然而然地发生 对于继子继女 你的这个管教 除非是涉及到了 品行的这些原则问题 否则其他的大事小情 学会睁之眼闭之眼 你是作为一个后妈 你真的不方便过多地介入 更何况孩子 他有自己的人生的主宰权 决定权 再不济 还有他的亲生父母 真的轮不着你啊 本就顶着敏感身份 如果还要越界管教 只会让孩子们的理解 支持越来越远 而在这个时候 调解员胡建云 指出了夫妻俩问题的核心 像你们家 孩子长这么大 跟你们就是没处理好 又有这个亲妈不高兴 肯定是要分开的 这个方向没问题的 然后 附加条件是 老人家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孙子 能照顾好这个老人家 对他也是一个教育 但如果 两个人都需要被照顾 放在一块 那你们真要好好考虑一下 李女士分区的方案 看似合情合理 实则后患颇深 老人和孩子 一旦无法互相照顾 那么落到夫妻二人 肩上的责任和义务 恐怕不止 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简单 所以要想化解噩梦 重心还得回归到夫妻俩身上 恰在此时 李女士心中 羁押的情绪和不满 彻底爆发了 她指控 丈夫重蹈覆辙 情感偏移 出轨 严正出轨 根本都没有的 可哪怕妻子将证据摆到眼前 王先生也依然面不改色 我先问一下 这个人是谁啊 是同事吗 他不会承认的 我不承认的 紧接着 李女士又列出了 丈夫的第二条罪状 网络博彩之类的这些都有 而王先生却一口咬定 妻子才是导致家庭 不断滑落的罪魁祸首 的确是他造成的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就造成我们夫妻的感情 明白 大大的那个了 出问题了 而当舅舅开口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早已经千疮百孔 还报了110 还有女方叫她不能回家 还有跳楼 我后来打她的电话 我叫你跳楼死掉了就埋着你 李女士的噩梦 何时才能终结 他们的婚姻之路 是否又要重蹈当年的覆辙 你今天的诉求 并没有提到离婚这件事情 现在还会想吗 我的一只电子 我还会想 敬请期待 明晚的金牌调节 何以安眠 下集 明晚的金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